嗯然后啊咱们要来看一下就是现在啊在我的一个这份数据当中啊 哎呀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是不是里边浪马其道东西太多了太乱了 所以说我要对应一个清洗吧 咱们进行一个清洗必须要做的一步啊 咱们就是去加啊就是去去掉它的一个停用词 首先啊我要拿到一个停用词表 这个停用词表大家可以用我给大家做好的这个 要就是我这个其实也是往下的 或者说啊大家就是下一个网上你觉着哪份停用词表比较全 或者说你也可以啊自己把你的词写进去 然后进行这样一个过滤的操作 嗯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停用词表啊是长什么样子的 这个啊就是我的一个停用词表啊 里边的东西还是蛮多的 就是啊把我这些觉着认为一些最不可能 就是就是那些最垃圾的词吧 相当于是出现次数最多但是没有什么用的词 把这些词啊都挪在一起 然后呢一会儿啊我就要基于啊这个一个文档 它就叫一个stop worth 来这里啊进行一个过滤 过滤掉什么啊过滤掉这些 我觉得啊它出现次数太多 但是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词啊 我们要进行一个筛选 在这里呢首先啊我是把我的一个stop worth给打开 然后锐的这样一个csv啊 把我的一个数据拿出来 然后啊我点hide一下点hide一下 看一下我当前这个数据啊 它都是有什么东西 我们也可以多打几个 我可以打个20个 我你看到当前的一个stop worth 它里边的一个值还是蛮多的吧 各种各样的一些啊打20个 其实也没打印出多少啊 就是按照这样 诶那个表关了是吧 就是按照我那个stop worth表里啊 进行一个打印 那咱们现在啊看完了啊 咱们有这么多听词 那怎么去掉呢 去掉听词啊也很简单 就是你也可以写自己的一个方法 你写自己方法的时候啊 最简单的就是进行一个便利嘛 如果说出现了就是你进行复完词之后的一个结果 如果说分完词之后的某个词啊 是出现在你的一个停词当中 在这里写了一个循环嘛 再出现在你这个词停词当中啊 你就给它去掉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啊 其实我进行了两个判的 进行两个判的意思啊 就是说 一部分是我要过滤掉啊 咱们的出现的停词 另一部分呢 另一部分我要做的就是说 咱们现在 我们来看就是说 如果说这个词只出现在停词当中 我就给它过滤掉 没出现在停词当中呢 我就给它拿过来 这会儿我还准备了一个 Ours Ours啊 就是说 一会儿咱们要做一个词云啊 这个东西蛮有意思的 然后也是有个现成为库啊 可以帮咱们很轻松的 就把它实现出来 所以说啊 我就把所有的词啊 进行了一个统计 那这里呢 结果完之后啊 我就可以得到了啊 取得有所有的词啊 分词完之后 然后去掉停词的一个结果 一个非常简单的函数啊 执行起来啊 但是执行起来需要一些时间 如果说你的语调比较大啊 因为它进行一个匹配嘛 这块就是 我是用最简单的方式啊 直接写了这样一个函数 然后Pandas啊 其实也有一些方法 可以提供咱们进行一个调用的 然后下面啊 就是我看一下 我当前的一个结果吧 就是可立完了 可立完了之后啊 现在我看啊 它的一个 之前咱们来看第一条数据啊 它是说什么来着 经销商电话啊 还有一个空格 什么市价 什么杠 什么优啊 我来看订车 现在我们来看经销商电话 试驾订车 然后都是一些比较正常的词吧 我们来看最后吧 日内瓦车展见到高尔夫 之前是什么样 之前要来看一下 在今年三月的日内瓦车网上 我们见到了高尔夫 然后他这块什么 在今年什么三月 这都去掉了吧 所以说保留下呀 都是一些主体 然后这里啊 其实上还有一些东西没有过滤掉 就是一些字母 这些字母啊 其实上我应该在听词当中啊 再写上一些 就是基于啊 你清洗的方法不同 你也可以在你的一个词 就是Star Wars当中啊 添加上 就是你觉着 你想清洗掉 哪些东西都给它加进去 都加进去之后啊 咱们就一溜烟的 全都干掉 最好 这里还差一些东西啊 都忘了这个东西啊 咱们还需要把这个 单位字母啊 进行一个去掉的啊 咱们先不管它 然后到时候 再重新做一遍 然后呢 我再做了一件什么事啊 就是看完了之后啊 咱们去掉了一个听词啊 感觉这个东西 确实是去掉了一些东西 然后我们又统计了一下 一个out words 这个out words的意思啊 就是 比如说啊 咱们当前翻词 就是翻词之后啊 又去掉提供词 不出现了这么多个词吗 我看一下 一共出现了多少个词 这就是我要做的 把所有的词啊 都拿过来 这有一个out words吗 只要这个词啊 出现了 咱们在这个 pandas当中啊 它就是有这个东西 然后呢 我要做的是一个golebuy 要做一个golebuy啊 其实我要统计的就是 当前的这个词啊 它出现的一个次数是多大 可以算这样一个词频 比如说 一篇文章 一篇文章来了 我想看一下 它的一个词频 是长什么样子的 或者说 在我所有的语料库当中啊 我的一个整体的词频 是长什么样子的 这个词频啊 还可以帮咱们去画 那个词云那个东西啊 咱们一步步看 就能看到了 首先啊 我是指定了一个golebuy golebuy什么啊 golebuy咱们的一个out words吧 把所有的out words拿过来 然后呢你指定了计算这种方式 咱们算啊 就是算它的一个size值 相当于是它有多少个了 有多少个之后啊 其实就是正常情况下 你算完它是一个乱序的 所以说Pandas啊 有一个函数 叫做一个resideindex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让它进行按值 进行一个排序的 那接下来啊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结果 就是说 在我整体的一个语料库当中啊 大的语料库当中 这些词啊 出现的一个频率啊 分别是等于多少的 比如说啊 我的一个out words里边有中 有中国 有说 哎呀 这块还有一个s 这是我没去掉的一个提供词 还有万 然后它出现的一个个数啊 是等于多少 那有了一个词评之后啊 一方面啊 我们可以基于词评 先对数据啊 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还知道了一下啊呀 这个数据当中啊 哪些词出现的次数比较多 另一方面啊 现在有一个东西比较好用啊 叫做一个word cloud 相当于是一个词云这个东西 我们先来看一下结果吧 就是说 在这里呢 就这里就是说 你不是选择出来了一些词啊 它是比较常见的吗 那你可以把这些词啊 画成这样一种形式 画成这就是怎么说呢 这个比较好玩的一种形式吧 然后这个东西啊 它是用一个库啊 叫做一个word cloud 然后我们需要先是 把这个库装一下 装这个库啊 就是说如果说你要做这个事啊 你可以装 你要不做这个东西啊 你就不用装也可以 这个东西啊 就是也是便于咱们这个文本 进行一个可视化的 然后呢 这块是它的一个gethub 在的gethub上当中啊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这里就是啊 它也是高你了 怎么样进行一个安装的 然后呢 我们来看 就是说 你可以啊 基于一些主题 或者说基于某些词啊 画出来一些比较好玩的形式 你也可以自己指定它的一个形状 或者说指定啊 它的一个样式 我们来看 这个样式啊 其实在它的困难内部当中啊 你都可以自己的去进行一个指定的 然后这个啊 就是也不是咱们今天重点啊 反正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好玩的 叫做一个word cloud 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把这个东西看一下啊 怎么样去画 然后它这块有个example吗 在example当中啊 都是给你介绍了 怎么样去设置各种各样的一个东西啊 咱们这些课就不过多的看了 在这里啊 就是你选择了一个写的一个字体 然后选择了一个背景颜色 然后呢 就是咱们最大的一个字是多少 然后并且啊 你还选一个东西 就是在我的当前的dataframe当中啊 你要画的是前100个词啊 还是前多少个词啊 把哪些词画进去 咱们刚才啊 不是基于词频进行一个统计了吗 所以说啊 在我进行一个展示的时候啊 我就希望啊 你给我展示的是 那些出现次数比较高的啊 词频比较高的 我也得展示一下 所以说呢 在这传来的 它就是点嗨的100个值的一个valius 然后呢 这就是我的一个结果啊 可以把咱们的一个词画出来 那其实啊 就是说 嗯 如果说你现在有这样一个任务 比如说 你想对某些文章进行一个摘要生成 或者说 不是说摘要生成吗 进行一个 就是怎么说呢 概述吧 比如说你拿到了一个新文类的 哎呀 你想看一下 新文类当中啊 哪些词是大家用的比较多的 那你去完提供词之后呢 你也可以给新文类的做一个词云出来 给军事类的做一个词云 给体育类的做一个词云 这样呢 根据不同的词云啊 我们可以很轻松的看到 哪个类别当中啊 它出现的一个词的一个情况啊 它就是长什么样子的啊 这个东西 大家有选择去做啊 也是一个不失为啊 一种可是很好的一种可是坏的展示 我觉得啊 这个东西还是蛮有意思的 感兴趣的话 把这个gethub啊 这个到处大家搜吧 就是直接gethub上搜这个wordcloud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就能得到啊 它的一个词云的结果了 好 然后啊 咱们来接着说啊 咱们就来说这个tfidf 嗯 咱们用这个j8呀 可以帮咱们进行一个关键词提取 然后呢 我们用那个sklearn啊 也可以帮我们去做这样一个关键词的提取 嗯 这里就是说啊 首先我们是指定了一个引带的值等于1000 也就是说 先拿到一个数据 然后啊 在这个数据当中 我是先把这个数据啊 首先打印出来了啊 还是阿里巴巴那个 阿里巴巴集团组织宣布了啊 什么什么一堆东西 然后呢 我要做的就是 首先啊 是把我这个分词完之后的结果拿出来 然后呢 把我分词完结果之后拿出来之后啊 我就是掉啊 咱们结巴里边 有一个就是提取它的一个就是特征吧 相当于是找出来哪些是关键词 那这里啊 就是把我分词之后的一个结果传进来 有一个top k啊 top k的意思就是说 嗯 你想选择几个关键词进行返回 比如说 你要选择五个啊 那咱们就写个五 然后咱们的一个关键词啊 就进行了一个返回 这块咱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这块阿里巴巴做事集团啊 什么什么东西一堆 嗯 主题是哪个呢 阿里巴巴集团首席岗位数据 嗯 其实啊 就是大概 咱们就是不看上面这句话 我也大概能知道了吧 这个阿里巴巴 这个新闻要讲什么吧 大概就是关于它 集团内部啊 它的一些一个首席岗位 可能是一些任命啊 还是要做一些什么东西 这个啊 就是说 咱们可以对数据 进行一个关键词提取 那我随便写一个 我再写一个2000吧 我再来运行一下 2000的时候啊 它运行完的一个结果 我来看一下 呃 这这么长 6月24日 然后梅西25岁的生日 然后 哎呀 那马销反正都是关于梅西的一些故事吧 那其实啊 就是嗯 当这篇文章拿来之后啊 它的主题是什么 它的一个主要的关键词 肯定是这个梅西吧 那关于这个梅西来说 咱们可以想啊 在这篇文章当中出现词评 可能稍高一些吧 但是呢 在整个的语道库当中 它的一个另文档频率 就是那个IDF 求出来也肯定会很高吧 为什么 就是嗯 那个IDF值为什么高 因为它值在这篇文章当中是出现了 在其他文档当中是出现次数比较少的吧 咱们是要算那个log值啊 而且是说 嗯 它出现就是在该篇当中出现次数 和在所有的文章当中出现次数 它的一个比例是越大越好的 越大我们认为它越重要吧 所以说呢 咱们最终啊 提出来的几个关键词 就是梅西 然后巴萨拿到冠军奖项 这个东西啊 就是如果说你不看上面的这些内容 只通过咱们一个TFIDF结果啊 也能够大致了解出来这个新闻讲什么吧 大概就是讲 梅西在这个巴萨啊 因为我是一个伪球迷啊 我不知道巴萨是一个国家 还是一个比赛啊 还是一个球队啊 这个这个 太长了 我就不看了 然后我不太清楚 关于这个足球的东西 跟我说NBA要我能挺的我能懂 说这个足球啊 一点都看不懂 反正啊 就是梅西啊 就是他们干了件什么事拿出来吧 咱们再来看 我算第三千五百个 近日啊 空军怎么怎么样 做了一件什么事啊 咱们来答应一下 管理者千里啊 这个答应的不好 不像那个梅西那个 梅西那个我觉得挺经典的 答应出来的还是什么回事 这个太短了 这个长 这个我估计里边 就是一般来说啊 就是你个文档啊 越长一些 它出现的结果可能好的可能性越大 出现太短啊 它这个好的可能性就少 因为太短了 它可能有些词就出现了一次就完事了 这样咱们不方便啊 咱们进行一个统计的 这里啊 德罗巴 德罗巴有什么东西啊 是不是也是一个足球比赛啊 还是看不懂啊 比赛 然后队员联赛啊 可能大家如果说知道德罗巴是什么的啊 可能一看就知道了啊 也就是应该是一个人是吧 咱们再来看最后一个吧 最后一个2400 咱们就继续了 这个法国vs西班牙啊 就是耐克阿里达斯欧洲杯球鸡西班牙 这个可能是有两有两个什么赞助吧 是不是两个赞助啊 有耐克阿里达斯啊 可能是这意思啊 那这个就是说啊 关于咱们这个嗯 整个文章啊 我们可以用一个关键词来进行提取 这个TFIDF啊 用的是最多的 好 好 好